你听我 你 今天你 你先回来 我呀 我不方便 那你 你怎么的 你发烧了呀 来 我摸一摸 看看 来 没 没发烧 不挺有劲的吗 没事啊 那你是不是 做什么对不起 袁二姐的事了 进屋藏交了 那你赶我走 呆呆 宝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呆呆 挺可爱的 你俩不用了 怎么回事 谁啊 冯谈 他就哪 冯谈 不是 早知道了 被他老公打他 你们的事被他老公发现了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 你干吗打他呀 我一句两句给那解释不清 那怎么跑你家来了 我怎么知道啊 那你说他来都来了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现在不能把他 再送回那火坑里头去吧 问题是 你们家 那圆圆 没发现吗 我把网线拔了 圆圆都落不上去 早说啊 我刚才吓得在里面 我跟孙子似的 我还在演戏呢 那你拔了 圆圆没反应啊 我拔了之后 圆圆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反正让我吸的活 都给你糊弄过去了 但是到现在啊 再没跟我联系过 我现在也害怕他 我生母还突然间杀过来 他抓我一线钱 就赶紧给安排个酒店就得了 他说了他走到哪儿 他老公能够找着他 再说他什么证件也没带 不是 他老公再打他报警吗 他 他不愿意报警 为什么呀 人家夫妻俩的事 我哪知道那么轻重啊 你呀 反正在家里 就等于埋了一个雷 自个儿看着办吧 我帮不了你了 好好的啊